我們從小呢已經聽過很多經典的俄歌 我們長大之後再回頭剪出這些俄歌 會有一些讓我們匪夷所思的一些邏輯跟歌詞 沒有錯 我們馬上就來唱給你聽聽聽看 我們來收看阿肚主義 幫你生活 拿主義 我們今天就是一個歌唱節目 對 抓泥球一杯 起 吃湯裡水滿了 雨也停了 天邊的細膩裡也倒是濕泥球 天天我帶著你 帶著你抓泥球 大哥哥好不好 咱們去抓泥球 是抓什麼樣的泥球 是實際的泥球嗎 是實際的泥球嗎 是大哥哥好不好 咱們來抓 可是泥球有胡鬚啊 也有啊 還是我們自己太色 是我們想太多 小時候就沒有什麼娛樂啊 就可以去那邊玩一玩 撈撈一些什麼蝸蚪啊之類的 哦 抓泥球 對啊 抓泥球 然後回家之後你被媽媽打 對 因為都是泥巴 泥巴去哪裡 媽媽很生氣 因為你沒有約我 媽媽要跟著你抓泥球 嗨 好酷 媽媽這樣子 啊 給我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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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看我看你 我們現在要唱的是 Diamaka Diamaka 兩條腳 叫阿爸 沒底腳 Dika 孤 孤 暖暖 要過年 老水暖 Diamaka 就是什麼 就是薄油嘛 那它會黏到腳 它代表它是一個非常非常高溫的狀態下 一個小朋友 不是他叫爸爸帶他去醫院 不是叫救護車 他是說 叫阿爸 沒底腳 腳已經整個大灼傷 那個十級灼傷那種 很危險 黏到腳的時候 你要趕快處理啊 你為什麼要沒底腳 我好像有上網查知道 就說前面那句好像 你遇到不幸運的事情 台灣不是要吃豬腳麵線去美育嗎 喔 去美育 也是要先把它處理掉 然後先送醫 不是說你今天背車撞 先買豬腳 因為好帥好帥 你看你在那邊大流血 然後已經意識不信 Dika 我要去美育 Dika 我要去美育 Dika 很有趣啦 對啦 背後的含義 對啊 只是我們按照字面解釋的時候 我覺得會有一些邏輯 先去洗乾淨好不好 哇 這下一首也是台語名叫 它叫做 丟丟丟 回家走到一度阿媽一度丟 愛由本康來 本康的水一度丟丟 當阿一度阿媽一度丟 哪一度地路來 什麼是阿媽一度丟 他走到一度一度 一度是零嗎 阿媽一度丟 所以阿媽一度丟是一個地名嗎 你一定要去哪 我一定要去 阿媽一度丟 阿媽一度丟 欸你知道嗎 我上去叫阿媽一度丟 很好玩耶 很適合自住旅行 要搭火車去 會穿越本康 因為要退去很奇怪阿 阿媽一度丟 阿一度地路來 好啦 現在差不多就是一個水滴聲 好像水滴這樣 本康的水一度丟丟 阿媽一度丟 阿媽一度丟 阿一度丟 是個Rap 哈哈 一度可能就是一些像Rap裡面的意思 Yo yo Come on 而且在宜蘭它是宜蘭名謠 但是我們在宜蘭省政府 請問你們那個阿媽一度丟丟的路 好好看 這是個謎阿媽一度丟 像百木塔三角桌的 很神秘 很神秘 阿媽一度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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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下一個就是所謂的火車快飛 大姨就沒吵 我們一唱一首歌 請 火車快飛 火車快飛 飛越高山越過消息 一天跑了幾百里 開到家裡 開到家裡 媽媽看了真歡喜 OK 就是最後的兩句 開到家裡 開到家裡 媽媽看了真歡喜 我覺得你家不是朱月潭 就是你家的狀態 好可怕 開到家裡 開到家裡 媽媽看了 真歡喜 我看到她壓一的暈是不是 可能吧 開到家裡 開到家裡就好快 妹妹背著洋娃娃 我們一起來看一杯 妹妹背著洋娃娃 走到花園來看花 娃娃哭了叫媽媽 樹上小喵小哈哈 娃娃哭了叫媽媽 阿多鬼故事 阿娜貝爾 這是恰吉的老婆 恰吉的老婆 恰吉的老婆恰吉的老婆 唉 娃娃怎麼會哭啦 可惡可怕 我記得你們會想說 羊娃娃會不會就是 例如說差妹妹 因為我們會講英語叫娃娃 可是羊娃娃 應該是進口的 不然是安娜貝爾 唉 還是她寫錯字了 是 羊 有可能欸 對不對 喵 所以他們就親近了 唉 他們叫羊羊 為什麼用杯子羊在身上啊 還會哭 很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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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以上我們就是 發現幾首 有點不合邏輯的一些 耳哥的歌詞 也希望各位作者 作曲者跟作者者 不要來告我們 也許我們可能有背後的一些行列 但是我們就是片面的那個 字面上的解釋 我們就是提出一些疑問 這樣子 希望大家今天看的影片看得開心 是的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幫我幫我按訂閱 分享 按讚留言 好不好 然後也給我跟我們分享一些 你也覺得很奇怪的 耳哥 對 對對對 對 好嗎 好嗎 我是雪雪 我是阿拉斯 好囉 下次見拜拜 拜拜